接下来交通资讯要告诉大家 光丰公路为光复与丰冰两乡镇 唯一联系的交通要道 那么上个月底因为台风环流强降雨 造成了7公里处的边坡摊坊 那么花莲公务段目前将进行下边坡灾害抢修工程 他们也预计从9号起到11号 一连三天要进行交通管制 那么每整点放行15分钟 也请用路人要多加留意 10月31号那个台风外围环流强降雨 造成了光丰公路7公里处附近边坡摊坏 花莲公务段也即刻调派机具现场抢通 因为光丰公路是连结光复与丰冰两乡镇 唯一的交通要道 虽然目前全线已恢复通行 让人灾害路段边坡摊坊道路安全开律 花莲公务段为了确保用路交通环境的安全 随即展开下边坡灾害抢修工程 因施工需求将从9号到11号一连三天实施交通管制 从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 才每整点放行15分钟 并依现场状况机动调整 也尽情用路人配合现场管制人员 指挥通行 记得是预兰光复采访报道